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蛤蟆爷爷与小蛤蟆杰克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蛤蟆这种动物非常的弱小 那么这种小动物能用什么方式来对付饥饿的天敌呢 这个故事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杰克你知道吗 我们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可怕的敌人 那爷爷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呢 不怕爷爷有对付敌人的三个秘诀物 第一条就是宫感 正当爷爷耐心教导小杰克秘诀的时候 一条凶猛的大猫蛇从草丛边冲了出来 哈哈我的运气真好 两只味道甜美的蛤蟆 我要把你们当午餐吃掉 啊 是蟒蛇 太糖会得吃掉的 这时虽然小杰克害怕的逃走了 但是爷爷却一个人勇敢的独自对抗大蟒蛇 有本事能吃掉我了 但是我太疼了 你怎么蹲不下去 啊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大 好吧 倒给的鸣肉又飞走了 真倒霉 下次再说吧 哦哦哦哦 马上被爷爷吓跑了 杰克有的时候要鼓足勇气 利用自身的优势对付强大的敌人 爷爷我知道了 我也会像您一样勇敢的 哦 对了 第二条秘诀是什么呢 第二条秘诀就是机智 有些敌人太过强大 是吓不走的 所以必须要有机智 这时爷爷和杰克在森林里走着走着 突然一条大鳄鱼从前面冲了过来 运气真差 竟然只是两只小蛤蟆 还不够森牙缝的呢 喂 蛤蟆 我要把你们当点心吃掉 啊 怎么会是鳄鱼 快跑 鳄鱼 你想不想去打它 当然 一脚猛着刚刚游过去 你去追它吧 放过我们吧 好吧 今天就放过你们 我去追我的大餐了 鳄鱼就这样的被爷爷 机智的骗走了 爷爷找到躲在一旁的小杰克 开始安慰他 好了 鳄鱼已经被爷爷吓走了 不要害怕了 真的吗 爷爷 太好了 现在我的第三个秘诀 也是最后一条秘诀了 正当爷爷说到这里 一头巨大无比的怪兽出现了 可以 好吧 我要把你们两个都吃掉 就当吃零食了 杰克 快跑 快跑 此时 躲在冠母族里的小杰克 看见爷爷被抓走 他想到了 爷爷告诉他的秘诀 勇敢 机智 又看看身旁的草莓 突然灵机一动 抓起草莓就朝怪兽扔去 草莓在怪兽的脚上 腿上留下了许多红斑 哎 爷爷 放过这可怜的怪兽吧 你这样对他下毒可不好 你的毒已经升到了他的腿上 不一会儿就要布满全身了 啊 毒 是毒 这下贝贝的蛤蟆要毒死我了 救命 救命 哎呦 真是好险呢 哈哈 还好怪兽傻乎乎的被骗走了 你还没听到我的第三个秘诀呢 那是什么呢 我的第三个秘诀就是朋友 在紧要关头 你还有一点要靠得住的朋友 嗯 知道了 爷爷 我都记住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自身弱小 但是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机智 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取得胜利 当然 朋友在紧要关头 也会提供给我们巨大的支持与帮助